海葵台风是持续的笼罩台湾 因此今天礼拜一哪些地区停班停课呢 我们带您来看到 其实今天像是桃园 新竹以及宜兰 这些县市都是有部分地区停班停课了 那像是台中以南的县市 以及花莲 台东 澎湖 连江 金门 这些县市则是全部都停班停课的 请这些地区的民众没有必要就不要出门了 那接下来带您看到海葵的路径 真的非常的诡异 他在昨天的下午3点40分的时候 登陆了台东地区 你可以看到他从这边登陆的 接着他一路往西前进 晚上8点的时候 他已经从高雄离开台湾了 但是因为他的路径一弯再弯 可以看到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 他又二次的在高雄登陆了 那甚至他台风中心一度是一半在近海 一半在陆地 并且沿着高雄一路往南前进 等于是他二次登陆还是三次登陆都不确定 因为他就是沿着沿海往上前进 因此他今天早上在8点 在台南的西方西北西方50公里的地方 那接下来他向决预估 他现在已经确定会朝西北西方逐渐的远离了 不过速度还是非常慢 因此对台湾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 那接下来因为他经过了中央山脉的关系 所以他的降为精度台风了 而且暴风圈也是有缩小的状况 不过他今天仍是持续的在笼罩花莲台东 以及台中以南的县市以及澎湖 那甚至他接下来越往中国走 今天下半天就会笼罩金门地区 因此金门地区的民众一定得在注意了 那预估呢最快今天深夜 我们台湾才能脱离暴风圈 那他未来就会往中国前进 明天就会登陆福建 那路景的部分呢 预计是在今天晚上到深夜能来进行解除 那海景的部分呢 可能要等到明天才有望来取消了 那接下来您看到雷达风场的部分 可以看到海溃台风 目前还在这个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地方 那持续的笼罩台湾 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外围环流 是持续的扫进这个宜兰以及双北地区 因此这两个地方的民众 没有今天还要上班上课 没有放台风架的 一定要多注意了 因为它的风雨可能会持续2到3小时 那接下来大家看到 气象局也是持续针对多个县市 来发布豪大雨特报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紫色的地区就是超大豪雨 就是非常大 最大雨势都在这边 像是宜兰花莲以及台中 都被发布了超大豪雨的特报 等于它一天20小时 雨量可能会下超过500毫米这么多 那接下来雨第二多的 像是南投高雄屏东以及台东 就是红色的区域 则是大豪雨 那剩下的地区像是橘色以及黄色 也都是豪大雨的范围 几乎呢 三分之二个台湾 全部都被雨蛋给笼罩了 因此今天 如果没有停班停课的地区 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 那甚至近山区呢 也要小心有土石流 溪水暴涨 低洼地区 甚至要防范淹水的状况 那接下来带你看到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今天呢外围环流是持续的影响台湾 那接下来呢带你看下一张图 今天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台湾 那雨淡呢尤其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像是宜兰以及花莲 还有台东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大的 中南部也是有大雨持续发生 那今天晚上雨量会稍微趋缓一些些 但是还是集中在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沿海 那到了明天白天呢 台风逐渐的远离到中国去了 雨势呢再度的变小了 不过呢全台依旧是有雨的 那到明天晚上呢 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雨量真的是有变少 那接下来呢 周三到周五呢 因为全台还是处于低压带 因此呢这个雨呢会下到礼拜五 那到周末的时候呢 雨势才会趋缓 剩下南部以及东部会有阵雨的状况 那中北部则是午后雷震雨了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